他说因为mk只有滑动 小m放到最低点的时候 请问绳子张力多少 这个简单了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说 箱子其实会移动 所以小m放到 走到这里的时候 来 我们已经知道 走到这里的时候 速度是多少 速度是五分之八 那请问这个时候 绳子张力多少 绳子张力就是 绳子张力就是 在这边 小球受到的力 来小球受几个力 一个绳子张力T 再来他还受到 自己本身的综力MG 可是他在这边 等于是做什么 一个圆周运动 所以我就可以成像心力 你谁减谁 像心力指向圆心 圆心在哪里 在正上方 所以就是T 减掉绳子张力减掉MG 好 所以像心力公式 带进来MV平方 除以R MV平方 V就是多少 五分之八嘛 OK 除以R R是多少 R就是你绳子的长度 绳子的长度是80公分 所以就0.8 好 T 再减掉MG 好 所以我们把它 整理一下 可以 所以 我把它往上写 没位置了 所以 V平方 V平方就是 我就写成 25分之64 然后 R是多少 R是0.8 对不对 R是0.8 所以 MV平方 所以M 所以 0.8 OK 那等于多少 T 减掉MG 好 那T 我就可以写成 MG 一过去 你就会变成正的 所以我 整理一下 先写25分之64 底下把它变成8好了 上面就是变成 10乘上M 然后 加上MG 好 G等于10 所以我把这个10 改成 多少 改成G 所以 8 8 64 所以 25分之 8 MG 再加上 再加上后面的MG 我把10变成G OK 所以 你就会得到 25分之几 25分之 33 MG 所以答案就是 G 答案就是A OK 这一集就这样 结束